不喝多酒,酒喝多了,难受的是自己 酒桌上不可摊杯,不可是酒 应少喝几杯,不醉为宜 不喝极酒,酒是猎物 后劲很大,一定要慢慢喝 不可急喝,不要动不动就先干为敬 喝极了,一旦后劲上来了,会很难受 不喝劝酒,喝酒的时候 要知道自己的底量 不要经不住别人的劝 不好意思扶别人的面子 不经意就喝超量了 不喝勾兑酒,喝酒要为健康喝酒 选纯粮,喝勾兑酒 会上吐下泻 最后头疼脑胀打脑壳 喝了纯粮酒,上下通气不咳嗽 喝了纯粮酒,滋阴壮扬嘴不臭 05.不喝醉酒,亲朋聚会 切勿大喜大悲,拼命地喝 把自己或者别人喝醉了 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 所以,同学朋友聚会 喝酒一定要有一个度 而且喝醉容易闹事或者出事 不喝无名之酒,不喝无名之酒 喝酒要有个名头 互相敬酒也是理所当然 但是对互相不认识的 有意用酒来灌你的人 尽量不要喝,以免出麻烦 不喝不敬之酒 对于瞧不起你的人 故意看低你的人 说话讽刺你的人 不要和他喝酒 人一定要有自尊和骨气 喝酒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 喝酒要有适量 才对身体有益 否则伤身误实 图片发自减书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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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